好 接着来看到花点县议会 明镇小组考察来到了万荣乡 马远村的马远亲子空间 除了来勘察现场的环境之外呢 总招许子芳也关注到部落 妇女女性的照顾学习问题 对于啄木鸟全人发展协会 对部落女性的照顾更是感动 希望县府社会处能够多加的关注 协助更多资源 让协会照顾更多在地的女性朋友 花点县议会明镇小组考察 来到万荣乡马远村的马远亲子空间 除了来勘察现场的环境之外 总招许子芳也关注到部落妇女 女性的照顾学习的问题 对于啄木鸟全人发展协会 对部落女性的照顾更是感动 听了都非常的感动 那希望这样的一个案子 我们可以慢慢地把它发扬广达 然后可以帮助更多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早育的妇女 会越来越多 希望她是越来越少 然后当然就是会感染她们 那当然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我们过来这个考察 有时候就是说 希望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案子 然后他们的成效是怎样 然后再过来 是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是我们需要再来抚强或是怎样 许子芳以简志龙也向社会处建议 多与地方团体合作 因为在社区经营的团体是够接地气 也非常了解地方真正需求 所以希望县政府的社会处 能够加注更多的协助以及资源 让协会照顾更多地区的女性 社会处长也表示 会全力地支持跟配合 记者高双双 王荣香采访报道